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程老师好 你好 郝教授 我们本周有突破性的进展与发现 您发现了吗 什么进展 蔡英文 蔡阿阿姨 蔡小姐 他可是蔣经国所创的铁血救国会体系的重要成员 以及到第五代领导人 所以民进党被骗了 民进党现在可是蔣经国系的铁血救国会民进党党支部啊 这个铁血救国会这个词呢 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词啊 应该起源已经很早了 对对对这个因为您的研究历史呢 确实比较的多 所以您这样吧 您把这个它的历史的来龙去脉 你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哎呀就当年在中国大陆在对日抗战 以及它内部有各种间谍系统 不管是对这个汪金慧的南京 或者是对于中共当时的北平地下党 重新地下党 或者是南京地下党天津地下党 他们呢互相之间有这个双面谍三面谍的都有 哎当时也有日本体系的土肥原贤恶的这个特务体系 那这几个体系呢当时乱成一团 那么蒋经国是1937年才被中共的高级干部陈云 从前苏联经过新疆给接回来的 接完他在浙江凤化蹲了三年 受了三年的训练 他爹呢让他三年后付出 直接接当时的三清团的教务长 同时他在三清团接的教务长 然后他就成立了现在这个铁血救国会 铁血救国会呢是只属于国防部的预备干部局 在预备干部局里面呢发展出一批年轻人渗透进去 全部本来属于中国国民党 或者是国民政府里面的每一个特务体系 包含军统 总统 这些体系都有铁血救国会的人渗透进去 也就是特务中的特务 国民党里面的最高最核心特务单位 他们彼此间不准交互讨论他们的讯息 只能面对他们的上级 这是他们的特色 所以极不容易发现他们的身份 那么1940年以后到1949年 他们以这个身份发展 再加上中正学社 以及后面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统CC派那些 都被他们收编了 到了台湾1950年以后 铁血救国会改了一个名字 就叫做救国团 这个救国团呢遍布全台湾 各个风景区 所有重要地方也渗透进 所有的高中高职大学 全部都有它的分支机构 换句话说 救国团的分支机构 比党的分支机构 在大学高中高职都还要绵密 而且他们办各种活动 专门吸收青年人 这就把当时蒋介石的三病主义青年团 跟铁血救国会完全合而为一 进到高中高职跟大学的体系 然后这里面的人 再和国民党内有一个叫做清工会的体系 再做结合 那么原先的直接领导人是蒋经国自己 后来在台湾就交给李焕来领导 李焕之后再交给宋实选 李焕是蒋经国在江西的得力干部 和他一起在上海去打蒋宋美龄的职儿孔令凯 但后来没打成功 所以到台湾来以后 李焕到了1985年 又登上教育部 冷安控制的是青年体系 到了1985年 而且这个1985年他当教育部长 还直接有效的帮助蔡英文 把他的讲师身份升为副教授 直接把他没有博士的问题 把他解决掉了 所以这个体系 一直在蔡英文可以说是最直接关系的 当然也由于这个体系 所以他们蔡佳 可以在台北市的中轴道路上 也就是中山北路的核心区 那个二段三段总共有三个堂口 这三个堂口分别叫做 昭阳汽车修理厂 以及林口大饭店和勒马大饭店 就在马路边 为什么他很重要呢 是因为总统家族 不管叫做士林官邸 或者叫后来的七海官邸 每一天这个家族的坐车 他说经过这条路要经过五次到十次以上 如果他们不是自己人 只要有任何人埋伏在这三个堂口 随便开枪射出来 都会造成总统家族的人的危险 一条这么重要的总统每天经过的路 蔡佳就能有三个堂口 他们当然就是铁血救国会的重要干部 还不只是重要成员 而且一年垂直两代至少三口人 因为至少蔡英文的妈妈也必须是 这个铁血救国会成员 换句话说 他家开的不是一般的饭店 是龙门客栈 卖的是孙二娘的人肉包子 这就来龙去卖 现在呢 现在啊 这人肉包子缺肉啊 准备把陈桂平陈老师的肉 拿来当人肉包子卖了 现在这个救国会你认为 他这个体制还在吗 因为各地方的救国团团部都还在 而且都在各县市都还有大楼 连台湾的第三级的城市里面都有大楼 我举例啊 像嘉义市只有26万人 有一整栋的大楼 整栋的船部 斗六市只有11万人 也有一整栋的大楼 好像这个名词过去在台湾公开讨论的并不多呀 历史上也资料介绍也很少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秘密组织 它是一个 第一度秘密 最高秘密 它比CIA还神秘 那现在 这是蒋经国从那个苏联学过来的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 您反正第一次在谈论这个词之前 没有人听到有人在谈论这个词 我必须透过咱们的节目啊 让你的观众们知道 我的观众们知道 知道的人就会超过几十万人嘛 对不对 如果只介于咱们两个知道的话 我们两个应该明天就不见了 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了 她的前一任的领导人 是司法院院长的夫人李中贵 那是第四代掌门人 而且是由李登辉任命的 那么李登辉这个任命是很聪明的 因为李登辉控制不了铁血救国会 她透过她所任命的司法院院长的太太 去柔性的管理铁血救国会 也有整个救国团 你知道很多风景区 全部都是铁血救国会救国团 所直接控制的 而且已经完全民间化了 例如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西头 又例如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远的金山 她在这些地方都有大到像一个大学那么大的 整个巨大区块 都只属于铁血救国会 或者叫救国团 而且都有住宿单位 也有旅馆可以对外营业 连宜兰市只有十万人的小城市 宜兰县的宜兰市 在市中心 也就是它的中山路上 也一样有一个救国团的大楼 还有一个大礼堂 它的大礼堂可以同时容纳三千个人开会 称为至清堂 你看这些名词听起来都很救国 其实这也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分支嘛 而属于国民党原始的国民党的嘛 应该说只属于蒋经国的国民党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后来李登辉想要驾驭他 驾驭不住 但是蔡英文一直在里面 蔡英文倒是把他驾驭住了 李登辉在当总统那十年啊 能够控制住的是 他去结合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陈立夫 陈立夫和陈果夫 当时就是在1940年到1949年 控制整个中国国民党的CC派 也就是中统派 并且结合当时的警察体系 他CC派中统派全名叫做中央统计局 这个CC派后来到台湾以后 被蒋经国体系打压 陈果夫竟然穷到没有钱治病 肝炎死亡 陈立夫赶紧逃到国外去 一待在美国就待了将近40年 那后来蒋经国过世了 李登辉接任才把陈立夫给请回来 重新跟中统派CC派合作 所以李登辉的时代呢 他合作的单位叫做调查局 或者叫中统派 以及他的国安局 其他的七大派系 李登辉控制不了 那么救国团 铁血救国会这个体系呢 他就透过他的好朋友施启阳 跟他的太太李中贵 来做一半的同志 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铁血救国会 所以呢就是说民进党内部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吗 他们应该知道 这个是高级秘密的超级组织啊 民进党能听过铁血救国会的人 我看呐 陈菊 赖兴德 柯建民这三个人 还未必听过呢 因为这三个人肯定没有被发展成 贴血救国会的会员嘛 那现在他们知道了 看咱们的节目 我猜他们舌头都闪着了吗 那你这是第一个爆料的人呢 你应该知道 我前天就做了八集了嘛 您看到了吧 但是这个词比较生 比较陌生 至少在这个西门媒体 在政治平台上 确实是过去没有人提这个词 所以您多介绍一下 我大概得连续讲一年啊 你那要准备好一个客房啊 没问题 我再这样讲下去 他们铁血救国会 现在属于蔡英文的嫡系人嘛 恐怕惶惶不安 准备好各种 绳索啦 麻布袋啦 要来对我扎过来 所以你不觉得蔡英文长得很像孙二娘吗 她那个面孔就不用说了 比较没有胃口 她家开的客栈可是龙门客栈啊 情报交换中心 标准的 因为给美金去嘛 所有的日本客也往那去嘛 林口大饭店跟勒马大饭店 表面上做的像是特种营业 卖酒也卖春色 但实际上 她是实实在在的 情报交换中心 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去了 那你认为台湾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在这个特务制国家 这个运行的一个社会了 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 总人口数啊 是六百多万人 这六百多万人里面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 大概是占了将近两百万人 这两百万人里面 大约有25万人 是来自于当时的中统军统 三清团 铁血救货会 跟夫人派这整个 所谓的特务体系 当然也包含 中共地下党员进来卧底的 那黄埔体系也是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黄埔体系未必是特务体系 军人有些时候不一定 适合做特务嘛 是吧 那么到台湾来以后 又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这一点台湾就比较熟悉了 你听听啊 他叫警备总部 警备总部相当于 中国当时的有一个地方 这名词我说出来 您可能比较熟悉了 叫做中联办公室 简称中联办 也就原属于叶坚英 叶选林 父子 这个体系 三千兵马 三千堂孔的这个 警备总部 就是你们那儿的 中联办 您还了解的挺深入的 我这研究还不错 对啊 你比很多人都了解的多 你那专业主要在设计跟设计嘛 我们培养祖基手啊 你在双设上面嘛 所以民进党现在他里面等于被偷天换日偷聊换柱了 一花揭幕了 对啊 这个我们很早就看出来了 现在这个民进党的上层不是民进党啊 不是民进党 对啊 就是蔡英文 就是蔣经国系的铁血救货会的蔡英文化 是这样 他也已经不是蔡英文当时的铁血救货会的 是经过蔡英文改造的铁血救货会 所以现在的民进党其实已经消失了 两个主要干将像菊啊 像赖又被摁在手底下 摁在那动不了 外边没有大将 所以现在民进党已经被他打散了 我认为啊 赖清德的身边跟陈菊的身边 都布满了蔡英文送过去的客户 在监视 这是蔡英文教会所擅长使用的招数 民进党人就那么笨啊 就那么蠢啊 哎呀 台湾人啊 如果不是蠢就不会发誓 当时的228 45000个精英 全被给干掉 当年台湾人啊 在台才400多万人 228就干掉4万多个精英 都是那些读过书的 留过羊的 或者是有钱人 一个228就干掉4万多人啊 两个礼拜内 所以当然是 没他们头脑那么好 因为当时的台湾已经被日本驯化了50年的嘛 是非常守规矩的 那以你的观点呢 现在的台湾是什么样呢 现在的台湾基本上呢 三种人 一种叫做不知不觉人 第二种的信奉商品拜物教的消费者 第三种呢 专门经营睡觉的教友们 这三种人居多 占了9成8 睡觉 睡什么觉 有人热爱睡觉 每天一天睡12小时的人多得很啊 所以你认为民进党的那些纯粹的民进党人 他们未来应该怎么办啊 民进党我觉得啊 只有把党装让给蔡英文 到隔壁再去住个房子啊 另外改名新民进党算了 没有将人 没有领头人啊 他们有 但是呢 证据全部被被蔡英文给兜着了 接受救货会的人擅长用AB档案 听过AB档案吗 没有 AB档案是从1945年以来 蔡英国所建立的所有重要的社会经营人士档案 称之为AB档案 AB档案就是他永远有一个表面档案跟内部档案 例如陈卫平的AB档案是表面上你的学历 那是A档案 但B档案呢 圣经里面所有做过的巨细迷你的事 跟所有的家族关系 以及他要怎么样来对待你 例如他可能在你身上批几个字你永远不知道 例如这几个字我可以随便举例啊 比如陈卫平真实对待方式叫做 终身控制使用不得重用不得信任永远监视 他可以批准几个字 这就是AB档案的威力了 我想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吧 但台湾被建构AB档案的人多达30万人 就我们相关延伸出去有AB档案的重要人士多达30万人 被挂线监听的人也大概是25万人 这样我们算不算叫造谣媒体啊 那你的观点是未来台湾走向那怎么走呢 如果是这么黑暗的一个政治结构体系 那你下一步台湾人民怎么着呢 有什么建议 这必须要破解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特务系统 因为呢他只相信他鹰派人马 所以其他原来的八大派系呢 对他是不喜欢也不服从也不效忠 所以其他八大派系呢 应该团结在温哥华的这个 陈慧平老师的涉及学校底下 团结在您的那里的领导下 我们重新作为革命基地 你那里就孙中山的唐香山嘛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建议不错吧 不知道没有想过 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在那边能够立起一个大旗 竖旗杆子 我们可以立大旗马上被拆了 他提起中国会的人很多 他随便一派就三千个人出来啊 有趣了啊 那现在那些1450就是他们的人了 1450是外围部队 哦 蜡英粉是外围部队 嗯 他的停血就会成员 至少要像谁 我给你举个例 至少要像陈明文这个档次才能参加 也只有是他里面的人才能够三百万载高铁第六车厢被发现 然后没事 也不起诉 也不问罪 完全像没发生过什么事 这样你明白吧 但是你要是跟他做对 那你就知道倒霉了 例如苏家权一定是还没加入贴血救过会 就想要壮大你看就被夹掉了吧 所以基本上铁血救过会的恐怖性啊 绝不亚于CIA跟KGB 甚至说不定是综合他们所有厉害的版本 说白了就是还是沿袭这个 当年蒋家这种特务治国呗 不就这东西吗 对就整个特务治国最早是1913年的复兴社 后来改名为蓝衣社 接下来呢再分支出来 成为军统局中统局 以及三清团 他这个组织越演化越多 到后来变成九大组织嘛 到了军统局中统局跟这个三清团的时候 已经是1937年的事情了 所以前面的1913年的复兴社蓝衣社 跟那个中央统计局 这个系统足足走了二十多年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成立黄埔军校嘛 那是1925年以后的事了 蒋介石拿到权力是也到1926年的嘛 对不对 他1926年到1936年才陆续在成立这些分支机构的 你说台湾这么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这么一个菜饿饿 居然还能把台湾弄成这种样子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这就是表示绝对不是靠他的能力 而是靠这个铁血救国会的组织 这些人为了他们自己可以整个系统吃香喝辣的 就会帮蔡英文干这个事 蔡英文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头目而已 所以蔡英文只要负责念稿子和握手 这些其他的人才是真的负责办事情跟出策略的 我跟你讲啊 这铁血救国会连吴乃仁跟邱毅仁都不是 他们都连编都还站不上 如果他们能够试的话 陈铁品就不会被抓了 陈铁品就是因为完全没有控制住特务组织 今天才这么倒霉 行了他也可以了 李登辉怎么也扶了他一下 起码让他上来啊 就那么样嘛 但问题就是从李登辉到 陈铁品马英九蔡英文 没有一个像陈铁品这么倒霉的吗 他是一个政治牺牲品吧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价值 因为其实他的在2000年的时候他是实现了一下他那个历史价值 但是是在李登辉的扶持之下 那等他上台以后后边你看他做的就是很烂 一塌糊涂 陈铁品要是开了200个龙门客栈的站点啊 那汤口在全台湾的话 好好经营这样的话 他今天就会跟蔡英文一样 再烂你都弄他弄不下来 陈铁品忽略了这个体系 那么民进党现在是不认识这个情况了 还是说拿他没办法 民进党要是真的认识这个情况的话 还需要我来爆料吗 民进党就打脑有问题嘛 那个之前 那些特务执行者自己又不敢爆料吗 那些喜乐岛的人是不是原来传统的民进党人呢 喜乐岛哪是民进党 喜乐岛就顶多就是想帮赖姓的黄袍佳生 或帮吕秀媛黄袍佳生的这些好事者而已啊 现在喜乐岛没有声音了消失了 喜乐岛他们连宋江都够不上 总的依旧是没有了 我跟你讲 台湾这个党次的水准啊 你连找个像那个 颜席山刘备这种不要脸的同机主义者都很难找 不容易啊 或者像金星级这种不要脸的同机主义者 这台湾都很难找 那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吧 我们得超越铁血救护会的档次跟水准才行 现在这个研究很重要啊 才能够把这个局给解开啊 不然大家不知道被什么给锁住了你知道吧 可以啊 他以为等于用这个铁血救护会的体系 把整个政党给锁住了 所以国民党不出声也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对不对 因为很多是他的成员啊 你要敢背叛他你不是死定了吗 是啊 所以那这些方面将来你有什么更多的消息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让大家 因为当国民党那些人都完全没有利益可图 而且完全觉得被出卖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到外部来另外团结 要不就团结在淡水港 要不就团结在那个 曼库巴的维多利亚港吧 你们那有个维多利亚港对不对 有啊 是是是是是 就这两个港吧 直接港对港吧 有几个小破船停在那 我们也是几座小破船啊 但至少还可以逃出去啊 躲开他的枪口啊 你们英勇够战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你现在听起来知道他很厉害了吧 我是觉得 现在这个年代啊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跟过去不一样了 但是你发现 现在很多的这些领导人啊 他们都用过去老的方法 来统治当今这个现代这个社会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那个水平 用现代的方法去管理这个社会 所以他就非得用那个过去那种老的 甚至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方法来统治 其实他们给自己留下了一辈子的罪名 等有一天这个后代 长起来之后 围过头来看他们这历史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现在不是五十年代了 但是他们用五十年代的方法 他们用那种手段 其实是挺拙劣的 对 我们这个话要 我要是在七十年前说啊 三小时后你就找不找我了 现在呢 三天以后 他们还得保持联系 现在是 三年后他被推翻了 时代不一样了嘛 那你要不把他说出来呢 民进党他自己 永远没办法挣脱这个束缚 嗯 担心的自己被什么捆心锁给捆住的 自己不知道啊 他进了参与门的提起救国会的八卦镇 哦 请您您多做一些研究 您对历史方面研究确实挺深的 我没讲 真的真的 我觉得您对那个赎金中外历史真的 研究挺多的 至少你说这个词 其实我只是研究很浅很浅 我只知道他最早起研一讲经国 然后是一个秘密组织 但是发展到今天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方面的消息了 那只有在你在近处 你能看到 但是我们在远方 已经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信息了 所以您说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比我们更有说服力嘛 而且这些人都还在活动 各地方的团部的总盖室副总盖室 他们都还是另类 现在只属于铁血救货会的特务投资 或者是特务分支机构的长官 这些人都还在 这些职务也都还在 而且都还发薪水领薪水呢 这个我相信 就是这些信息我们从这边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是看到那种比较粗线条的 这种特别细线条的真的看不到 所以而且他们对地方的选举都还有办法出手帮忙一些票员跟琢磨 有解药吗 这个解药很简单 他们内讧就是解药 利益不均就是解药 那等到猴年满月去 不会 因为蔡英文头脑太差 她分配不均 全被她下面几个爪牙给兜走了 现在天姐救货会成员自己很不满意 所以我在这呼吁啊 所有的没分到好处的天姐救货会成员 团结在我们的节目领导下吧 重新成立 我等待您的好消息 重新成立 具有正义血统的铁血救国正统派 我们为您祷告 为您祝福 明天还是要随便随时预备客房了 因为孙儿娘的菜刀什么时候向我扎呼过来不知道 没问题 我这住的给您配一辆车 这个都没有问题 车到不必了 我躲在房里不出来就是了 偶尔出来晒晒太阳就行了 不怕 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没有问题 你不应该 就近山都有人给天姐救货会暗杀了 江南当时被暗杀就是 天姐救货会成员去暗杀了 不是陈吉里吗 那肯定是天姐救货会派啊 天姐救货会渗透进黑帮啊 以及宗教团体啊还有学校啊 这个年代他们还要这样干啊 这年代蔡一文当然 他顶多就是把你拿去当人肉包子了 蔡一文的领导力差多了 这个年代新闻这么通透 其实年代不一样了 网络时代所有的信息 这个传播的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 可不是那个八十年代那个情况 这我也是经过了 思考了两个月决定说了 哦好啊 那这个 决定做了两个月以后 我确定我们俩应该安全无余可以说了 哦 不然我早就说了嘛 是不是 我选这个时候说肯定是经过考虑的 哦 行啊 这个话题比较新鲜 确实比较新鲜 看看 哎我们日后继续发展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线索 透过您的节目 我的节目 跟我们联播的节目呢 让全世界关心的人知道 这可能是革命的重要全新基地 您看如何 好啊 这倒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之前还没想过这个 太重要 因为这一些其他有正义 有这个铁血的 然后不愿意效忠蔡英文的 如果全部团积在我们这 那胜利就在旺啊 哎呀 我一生长叹啊 你这长叹是什么 这个我自横刀上天笑去留肝胆两相照嘛 人的生命太短了 还是你要宜江圣勇追穷寇啊 我送你另外一句 你送你说 对我觉得你研究毛泽东的诗很多啊 这个 这句诗还可以啊 就是 雄关漫道真如铁 哎不错 下一句呢 我送给你 你是毛泽东的诗如何 我也送一句 好 那我们作为节语好不好 好 我说 无限风光在显风 这句话 曾经一直写 放在我的那个电脑上面 很多年 那句话 你说咱们哥俩 现在是不是 正在努力 向那 无限风光在显风的显风去奔呢 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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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 在维多利亚港 跟淡水港都平安啊 好 不开玩笑 祝福啊 拜拜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